早晨,大家好,歡迎收看《信網早事有計》 我們今天請到友達資產管理董事洪麗萍 Konita和我們分析大市走勢 Konita,你好 你好 今晚美股仍然在高位徘徊 昨天恆指升近500點後 成交上600億樓上 動力似乎回來了 今早開始,輕微低開了幾點後 現在跌了幾十點 總理李克強昨天明言說 經濟增長下限是7 這個補增長的目標 能否補到恆子的升勢可以持續 我想李克強總理說的 下限是7%的增長 我相信對大市來說影響不大 因為之前他已經說了 經濟有一個上下下下的區間 但是大家其實都在猜究竟 那個百分率是多少 雖然他現在就說是7% 似乎已經是一個市場的下限 變成使得市場多了個參考的數據 但是這個數據我相信 暫時對大市對內地股市的幫助都不太大 反而使得市場 例如說陸續有些數據出的時間 大家會揣測究竟會否令到GDP增長 可以達到李克強總理所說的下限 令到市場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揣測 所以接下來的大市 我相信整體的變化未會太大 但是因為這些數據的揣測 令到大市可以上上落落 同時也可能會因為政策的因素 市場可能會揣測不同的板塊來論流查作 恆子昨天升這麼多內銀的板塊 都是一個主要的動力 今早上海證券報就報道 四大行頭三個星期的新增貸款 就沒有月初升得那麼多 消息一般 內銀股昨天反彈之後 今天還有沒有得升 內銀股昨天普遍 尤其是大的國營銀行 普遍都反彈了4-5% 其實這個升幅都是比預期大 當時市場其實早前就說對於貸款利率下限的取消方面 反應都是比較忠誠 我相信昨天其實都是市場 對於那個新增貸款方面的數據是有些反應 但是這個我相信就算接下來是貸款都好 我相信對內銀股的影響都會比較利淡一些的 除了說這個新的政策取消這個貸款下限之外 我相信轉期來說真正是對他們的貸款 或者是競爭要減這個貸款利率的機會是很小的 但是長遠來說這個政策我相信就是反映 中央政府是對於利率市場化方面 逐步逐步去去驅行 如果你說那個存款利率不是自由化 不是市場化的話 我相信暫時對內銀股的影響不大 但是長遠我相信這個走勢 都會令到市場擔心內銀股他們在息差方面的收窄 加上他們對於產品的銷售方面 我相信那個限制也都會進一步收緊 所以令到內銀股軟線的反彈後 我只覺得那個股價上升的動力未知太大 而且中長線來說我對這個板塊比較深刻 長城汽車發了營起的 這隻股份近幾個月其實都做得不錯 那麼預計會不會因為營起可以進一步炒上 汽車板塊會不會做得好一點 其實長城汽車的營起我相信市場都預期了 不過因為近期股價稍微調整之後 我相信藉著這個營起的股價都會有機會破一年的高位 除了長城汽車之外 其實其他的汽車股的表現 我相信都是偏向個別化的 因為長城汽車本身有它自己本身的業務 還有產品的特色 特別是SUV的產品的銷售的增長是比較理想的 但是這些因素我相信在市場上都已經大部分反映了 接下來除非是有些新型號的車款 令到它的銷售可以最一步增加 否則這個股份我覺得在這個水平 我都不建議大家吸納的 而其他的汽車股我相信反而走勢都是比較個別化的 其中吉利也受惠於SUV的汽車和各產品牌 所以股價相對於東風或者華晨中國 它們會好些 但是我自己對於整個板塊來講 升到這個水平 我自己建議大家就反而是一個觀望的大局 匯豐的PMI剛剛出了 差過預期一點點 其實在下半年內地的經濟增長 會不會回到固定資產投資的方面 如果是這樣的話會利好哪些板塊和股份呢 其實匯豐中國的PMI數字出了 47.7其實是比起市場預期的48.3是低的 亦都比6月份的48.2是低的 曾經的數字一出之後 大市都有過幾大的壓力 但是開始看到市油慢慢穩定 我相信接下來市場都會繼續受這些數據的影響 可能會反覆一些 但是大市也都開始看到有些資金 是輪流穩一些 就是經濟因素或者政策方面在受惠的股份 其中基建類的股份我覺得都會是一個焦點 特別是譬如在鐵路方面 因為在今年上半年 鐵路的固定資產投資的金額 只不過是全年目標的三分之一 所以預期接下來下半年 在這方面都可能會加快 再加上鐵路部他們的組織人事的改組 各方面都已經穩定了 未來可能會對一些鐵路項目的審批方面也會加快 所以鐵路板塊其實近期的表現都不錯 建議的話可以在這類股份 如果有調整的時間 我都建議可以繼續留意這類板塊 今早很多謝Kornita的分析 早市有計 明早再和大家見面